奇怪的冷知识 你知道 迷你世界除了水 还有哪种方块 能减免掉落伤害吗 这个我知道 岩浆 虽然从高速掉落在岩浆 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岩浆 会持续造成伤害啊 行 那你说 还有哪些方块 草垛 你就吹吧 你要是能用草垛 不够险 我就 你就干嘛 我就夸你厉害呗 哎呀 众手斗志的事 就不要说了 行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我只是让让你 是吗 那你知道为什么 岩浆和水相遇 会变成钛合金吗 钛合金 岩浆和水相遇 不是会变成岩石吗 创奶糖 你就吹吧 不知道了吧 正常的岩浆和水相遇 是会变成岩石 但是 只要我们建一个十字形 在两边对立 放下水和岩浆 它们融合在一起 不会变成钛合金 我去 还有这么神奇的事 那是 这只有老玩家才知道 是吗 那臭奶糖 我来考考你 野萌宝有个自杀式的行为 你知道是什么吗 野萌宝 那我尝尝 哈哈 不知道了吧 野萌宝有一个隐层的设定 那就是在它旁边 放上一个开关 它就会自动打开 那如果我们在旁边 放上一个炸桶的话 它不就会 自己炸自己吗 不是吧 这天能想到 其实迷你世界 而且还有一种会自杀式的生物 还有 难道是野人 不对 爆爆蛋 爆爆蛋的爆炸 那是它的特性 不算 那是谁呀 我才不告诉你呢 你不是说你是老玩家吗 哪个老玩家 没时候会研究了生物自杀呀 需要伯伯们 对不对 你不得过吗 行吧 那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吧 是蝎子 不过不是普通的蝎子 而是巨型独尾蝎 巨型蝎子 我来试试看 我去 还真是 你没拍也奇葩了吧 怎么样 我厉害吧 厉害厉害 小伙伴们 记住 千万不要让女生生气 要不然石都不知道怎么石的